哈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呢 又來跟各位補完 上一次沒跟各位講完的東西 這次呢 一樣是介紹 機甲超獸王系列的一個 mini的版本玩具 今天要介紹的是這款 綠鱷王 這款 它名字叫綠鱷王 台灣的翻譯 綠鱷王 看不到 mini版綠鱷王 那 鱷魚的台語呢 叫做 Koki 大家知道一下 綠鱷王呢 這一款呢 跟上一款 紅鱷王比較起來呢 我坦白講 這一款雖然造型 我是覺得帥了一點 不過呢 也比較可惜 它可動性就沒有像 紅鱷王這麼的好 OK 那盒子的介紹形式呢 就像各位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mini 然後 綠鱷王 然後呢 這邊一個Transformation 然後呢 TV商品 36個月 我上次已經罵過了 為什麼不直接學 幾歲呢 可能國外是用幾個月幾個月來算 這款是該商品的第二款 然後呢 後面就是一個Transformation 可以從一隻鱷魚變成一個方塊 那大型DS版呢 是可以從機器人 方塊 鱷魚 三個形態做轉換 那當然mini版只能做兩個 然後呢 塑料方面呢 這個這沒什麼好講的了 剛剛讚了 它的塑料 我上次上個影片 或之前影片已經講過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韓國啊 這次玩具他們的 很用心啊 塑膠的質感呢 都比現在你看得到的 日本的 即便是大廠板袋呢 可能跟這隻玩具比較起來 那個材料真是有過制而不及 那當然 我們就看這一些 突然竄起的小玩具呢 會不會讓 官方一些玩具 然後能夠 認真一點 想要去做好他們家的東西 當然啦 看這些大玩具公司願不願意 OK 那這是綠二網的機器人形態呢 就各位今天算看到這個樣子 非常的帥氣 我一直覺得這個造型真的很帥 可惜就是可動 可動真的很可惜 鱷魚的臉 作為一個胸口的形式 這款算是我三隻裡面 唯一一個想要買的 一個DS版的玩具 我想要看它變鱷魚的樣子 然後臉呢 非常的邪氣 基本上 它作為一個正派角色 應該正派吧 可是感覺就是一個很邪氣的臉 然後旁邊的那個圖騰 也很漂亮 就是鱷魚這樣子 看它漂亮 然後身上一些機械細節 處理的也是算不錯啦 就一個兒童玩具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解除 旁邊一樣有一個 那個黃金戰士的那個 一點點那個凹紋 然後附的東西呢 就是一把槍跟一個盾牌 這瞎了也看得到 OK 那槍呢 就是像這樣子一個 很像榴彈炮的東西 這幹真的是超帥 火箭炮是不是 真的 然後呢 這個火箭炮的大小的東西呢 你也可以給其他的一個 3.75吋的玩具來使用 這個插孔其實好像是 都好像是共通到別的玩具的 你可以試著給你家3.75吋用看看 然後呢 人形形態的可動性方面呢 說可惜的地方還是要講 頭呢 不能夠做旋轉 也不能上下台 手呢 這邊是一個關節 可以做到一個前後 但是這邊會被這裡卡住 所以是你是轉不過去的 除非你要硬把它吹有燈 不然是轉不過去的 只能夠像這樣子 那手呢 這邊這一節是可以做到一個上下 然後這邊是一個變形結構的關係 可以再額外的多一節摺區 不過呢 很醜 我建議你不要 這邊是一個球形關節 可以做到一個3.65吋的旋轉 那你可以把這一節 當作是他手臂的一個摺疊關節 雖然是開的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但是這邊這一塊就派上用場了 這樣看就不會覺得手很長 當然看你怎麼玩 他把關節開在這裡 真的是覺得蠻不明所以 那腰呢 當然沒有腰轉 絕對不會有腰轉 打死都不可能有腰轉 那更可惜的地方在於呢 他雖然有一個非常帥氣的造型 不過這邊的關節是做死的 沒辦法做前後 各位看到這邊是做一個死掉的關節 就是一個軸關節穿過去而已 很可惜 非常可惜 可惜自己 只能做到左右這樣子而已 然後呢 筋變他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可是沒有太多的好處 因為這邊沒辦法旋轉 腳呢可以折區超過90度 但是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折區就算他180度也是不好 真的是很幹 非常幹 腳這邊呢 這一個因為關節的 變形結構的關係呢 他可以做到一個貼地 微微貼地 不過很可惜 沒有什麼屁用 真的很可惜 那造型呢 其實蠻帥的 可動性就真的不及格 非常不及格 當然以這種mini版本的玩具 這種便宜的小玩具 就算了吧 因為畢竟你也是花一樣的錢 去買變形金剛的那種小支的EZ版本 這個就 當作是EZ版的放大版吧 那變形結構呢 就不囉嗦的 直接進入吧 首先把槍跟盾牌拿到旁邊去 那這邊呢 一樣可以做一個收納 把盾牌向這裡 折疊之後呢 這個槍 它可以收納在這個空間裡面 各位看到 像這樣子 壓進去 就會收納進去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個額外的空洞呢 這裡就是要收 後面這個地方的 再作為一個這種形式呢 它是沒有辦法 做一個直接轉換變形的 它是必須做一個插把的 但也是不會有多於太多零件 所以基本上還是算是完全變形 組合在這裡 這三個組件 可以放在這個蓋子裡面 蓋子 尾巴 槍 OK 那本體的變形呢 我們就不囉嗦了 首先 頭 收進去 然後轉過來 這邊有一個背蓋 我們把它翻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旋轉這裡 旋轉 然後呢 這邊 我們把它做剛剛那個 可以折疊的關節 我們把它做一個折疊 折疊 拳頭這邊也做一個折疊 讓它兩隻手像這樣交疊起來 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它扣上 密合之後呢 這裡把它旋轉進去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腳的後腳跟收起來 這邊做一個折曲 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做一個旋轉 轉成這樣子 然後像一個青蛙腿一樣 把它收進去 好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收進去 像這個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一塊板子 組合起來 好 各位看到這邊有 1 2 3 3個卡點 對應到 1 2 3個卡點 好 蓋起來 這樣就把這邊這個變形地方 躲露的地方把它遮蓋起來了 好 OK 再經過幾個簡單的變形之後呢 這一款綠鱷王就變形 完成了 機甲超獸王的綠鱷王 一樣跟上一款紅獅王 它就變成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方塊 這是一個六角形的方塊 1 2 3 4 5 6 6個六角形 然後上面有一個鱷魚的圖騰 然後呢 它是編號第二 02 那 造型上會比上一款 紅獅王稍微大了一些 不過也是一樣可以拿在手上 隨身帶著攜帶把玩的那種大小 好 那基本上機器人的形態呢 就全部藏在這一個方塊裡面 這是真的非常的有巧思的 真的 我無法想像說它的DX版到底能夠做到多好 可以把它這樣子塞 還塞得這麼漂亮 還可以三段變形 我真的是無法想像 基本上呢 它是一個非常適合各位 買給小朋友把玩的東西 因為我說過 它塑料非常的結實 各位稍微看一下 這麼粗魯的把玩 塑料一樣沒有問題 它是一個真的非常的好的東西 那變形結構來說呢 也不會太困難 非常的簡單 就是幾個步驟這樣翻翻轉轉 就可以變形完成了 非常適合小孩玩 而且它的關節真的強度很好 所以你也不用怕小朋友把你掰斷 掰斷其實也還好 這就幾百塊的小東西而已 不貴 非常適合購買回去 那當然成人 像我這種成年人 你也可以買一個 mini的 或是買一個DX版的回去研究一下 然後無聊的時候可以把玩一下 當然這樣子 mini版本的大小呢 你可以帶著 如果你公司允許的話呢 你可以帶到公司裡面去 放休息的時間 或是 閒暇之餘拿出來 給它便一便玩一玩 或是放在辦公桌上 當辦公桌小物也非常的好 非常適合啦 當然推薦給各位 這個真的可以買 非常可以買 大拇指 絕對是大拇指 那哪裡買得到呢 不要問我 網路找 多少錢呢 不要問我 網路看 店面看都可以 OK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補到這裡啦 希望各位會喜歡這一款 那同一個時間這個介紹完呢 下一孔我還會介紹那一款 藍色的犀牛 那就不要囉嗦了 這款上傳看完之後呢 緊接著就看犀牛吧 OK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下面幫我點個讚 那如果不喜歡 就點個不喜歡 也沒有差 那覺得我介紹的影片方式 你能夠接受呢 是你可以 無聊閒暇之餘看的呢 就幫我點個 分享 加訂閱 謝謝各位啦 那就不囉嗦了 我們就緊接下一個影片 那下一個影片完之後呢 我會有一些我的感想 然後感想完之後呢 我會在這兩天再塞一個 後續比較 熱門的玩具給各位看 謝謝各位